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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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拿出我们温哥华朋友的热情 用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专家和摄制组的所有朋友们 谢谢 谢谢 前几天呢我们有个中国文化节 是由我们加拿大中国文化促进会主办的 在那当中呢 我们把华语之门栏目 作为我们的重头戏之一 所以今天呢我们终于亲临现场和我们的专家 一起来鉴赏我们的宝贝 那梧桐今天她的任务呢 非常的特殊 她要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和两位非常神秘的嘉宾呢 一起主持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梧桐 谢谢 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依然要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各位专家老师们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河南卫视 华语之门专栏 加拿大之行的温哥华首长 首先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他就是西门飞沙大学 人文系终身教授王健教授 我身旁的另一位呢 他是我们的王东辉先生 我们一起来通过今天的健保之旅 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那在温哥华 我们的健保之旅的第一位 持保人会是谁呢 有请他上场 赏藏品 玩互动 锁定华语之门 您对台上藏品 有哪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手机编辑H加藏品看法 发送到10669588200 参与互动就有机会 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我们等您来参与 太漂亮了 来给我们讲一讲 你这个葫芦瓶的来历吧 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淘宝呢 是很多老外 举个例子说 他们搬家的时候 他就会把家里 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他就会拿出来 在那个车库里面 很便宜地卖 那就是我们在 偶然的一个机会 就发现了 当时是多少钱收来的 一万多两万块 一万多加币对不对 加币对对对对 我也希望是人民币 那今天拿着这样的一对瓶子来 让我们专家帮您看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也怕打眼 对怕交学费是不是 交学费可交多了 我们以前看这个葫芦瓶是不带盖子的 我是第一次见到带盖子的葫芦瓶 也许是不对的 有可能 而且这个瓶口 我看到有一点充分 对 死气生毛不知分毫 值十万块钱的瓶子 如果裂缝的话 只值一万了 哭了鼻子再跳楼 能不能跳楼 会不会哭鼻子 今天听专家的好不好 行 来拿着它走向我们的专家席 您对这个葫芦瓶有什么了解 一听到葫芦就想到福跟鹿 这是民间很喜欢的一种表现方式 葫芦这个造型 它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一个物件 这么好造型的东西 用中国国粹瓷器的形式来表现 这在中国的瓷器制造品种当中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多件的品种 那么首先你带来的这对葫芦瓶 非常的完整 它表现的什么形式呢 用开光的形式来表现局部的图案 那么什么叫开光呢 就是在青花绘制局部的时候 留了一个方框 类似于窗户一样的 那么您的这个葫芦表现的什么内容呢 是一个牡丹花 还有一个梅花和一个喜鹊 我们知道牡丹呢是代表富贵的 梅花和喜鹊的搭配呢 是喜上梅烧 那么这种开光的形式呢 给人扑面而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富贵和喜庆 那么借助这对瓶子呢 我也祝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藏友呢 福禄双全 平安如意 这么好吉祥 这么好的东西呢 它是不是老的呢 从上到下呢 在使用过程当中 形成的擦拭痕 非常明显 它是决定了 它是不是新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痕迹特征 那么我们从它的底部来看呢 它是一个泥丘被拆制的这种形式 这种工艺呢 在清代早期的康熙也有 但是呢 多用于清代晚期 所以呢 根据这些 可以非常肯定地讲 这对葫芦瓶子是 清代晚期的真品无疑 但是呢 真品的东西呢 它的完整度很重要 决定了它的价格 这个瓶子的口言处呢 稍显有乍现的这种痕迹 专家团经过合议呢 对这对瓶子做出了 一个人民币 12万元的估价 恭喜你 这么开明大吉的东西 这么极强的东西 我认为登上我们的 第一个珍宝台 因为我们登上珍宝台的规则呢 是一票否决志 现在高老师推荐了 但其余四位老师 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四位老师 你们的意见是 请亮灯 恭喜你们 今天你们拿来的这一堆葫芦瓶呢 登上了第一个珍宝台 登上珍宝台的话呢 可以谢谢两位 我们华语之门呢 有了自己的官方网站 名字叫卫视文化乐园 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呢 可以登录我们屏幕下方的地址 了解更多华语之门的 收藏文化活动信息 我叫杰宝林 是二十多年前 从河南移民到加拿大 最近听说这个 河南的华语之门呢 要来到温哥华 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我经常看的节目 因为这个华语之门 从河南的中原 把中国的文化 带到了全世界 我这儿呢有一件 不知道是不是宝 到底什么东西呢 大家现场见 大家好 我是闲视金融 有限公司的爱妮 然后我今天呢 是代表我们的贤总 也就是贤生林先生 他的重托到这儿来的 而且贤总也是我们河南人 对吗 对 河南同乡会的会长 所以我觉得也是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自己好不好 通过短片呢 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今天就让大家见见食物 好的 玉虎 对 希望你今天这件宝贝呢 能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好吗 好 谢谢 美玉文化 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了 这件东西啊 非常好 好在什么上啊 它的造型啊 非常具有宋元时期那个直弧的特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它的文饰 它的文饰呢 实际上啊 是非常具有主题意义的 它一面啊 雕的是什么呢 是钟离拳 还有呢 吕洞宾 另外一面呢 是蓝彩和 还有呢 张国老 这是啊 八仙当中的四仙 所以根据这个来判断的话 实际上 它应该是一个 对子湖 应该叫什么呀 双臂湖 如果加上它的主题文式的话 应该是 群仙庆寿 双臂图 所以这个湖呢 它的文化价值 是非常之高的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这种直弧的形式啊 最早啊 出现在瓷器上 随着后来的演变呢 变成了一种 玉雕的作品的时候 它变成一种 纯的一种陈设器 像这种直弧啊 是不具备这个 实用价值的 可不要 哪天拿着这种玉壶啊 蒸汽杯茶来 那个可不是它的 真正的功用 它就是陈设 让我们去欣赏的 现在啊 很少 我们个人呢 用这么大块的 和田玉料啊 去雕这么大的气形 因为它的成品的性价比 俨然不高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 又可以判断的 它不是一个 近期的作品 这个玉瓶子 它首先呢 它要掏糖 这样就造成了 整个出来的 里边的新料啊 大部分是废料 无疑中啊 又提高了 整个器皿的制作成本 像这么大的一块料 如果是一个 一级白料 在今天的市场行情啊 我估计少说的 两三百万 在国内啊 人民币 但是呢 这不是一块 白料 这个是块 轻料 专家团经过合议 给它一个 三十万元 人民币的市场参考价 恭喜恭喜 这么好的一个玉瓶啊 不上珍宝台啊 没有道理啊 我肯定推荐他上珍宝台 其余四月老师 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亮明你们的观点 恭喜您 拿着您的玉服 登上第二个珍宝台 登上珍宝台的话呢 可以获得 你一上来 我就关注到 他的身高了 我还穿一个 这么高的高跟鞋 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我来这边已经六年了 其实看着你 年龄也不大 怎么会喜欢古董 前几年吧 国内的那个淘宝节目啊 就是闹得非常火 所以我也跟着 他们一起看了 就每星期都有看 然后我也 就是非常心动 所以我拉着我全家 直接去温哥华岛 去那个 所有的古董店 去收购这些古董 你这把湖 是在哪儿淘来的 这个是在温哥华岛的 一个古董店 是老外开的 淘来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 花了我两千刀吧 相当于两百多 麦当劳呢 当时你看到 这个湖的时候 你觉得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湖比较扁 应该 或许叫扁胡 那这个湖 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认为 它是一个装饰品 但是有人和我说 它是用来陈酒 我觉得这不太科学吧 因为它这个盖子 盖得不是特别紧 如果随便一翻的话 酒就到出来了 酒就到出来了 我们有请苏老师 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不好 有请 小伙子 根据这个气形命名 这个气物的名称 命名的很准 很到位 那么在中国 青铜时代 好多气形呢 很古怪 你搞不懂 它叫什么名称 基本上 以青铜器 自身的名人 来自明定性 他刚才他还说 不知道 是不是装酒的 你如果不喝酒 你用来装水 我想也没什么问题 你今天带来的这支扁壶 它壁厚 很薄很薄 在这么薄的饭处工艺下 能做出这个凹圆 难度 可想而知 他就是为了追加他的美观 更有一点值得称赞的是 他还留有什么战国时期的 徒手闲环的一封 关键是他真与假 怎么看 因为底部啊 他所承受的腐蚀状态 和表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肯定有变化 包括里边的蓝色 淡蓝色 他的秀色的分布 自然 秀实地子 生根 贴骨 所以 他是一支 汉代 青铜蝙蝠 真品 无疑 小伙子眼力不错 目前 受市场价格影响 我们结合这些综合因素 给出的估价是 人民币 8至12万元 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来到这之后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的本回来了 回去可以继续吃汉堡包了是吗 对 等会就去 马上试一顿去 祝福你 好 谢谢 谢谢你来怀一支门 你好 你好 您拿的宝贝呢 哎呀 我不好意思 我那个特别大 我那个朋友赶快帮我拿一下 这是什么 屏风 我特别高兴 我高兴在哪里呢 就是咱们河南卫视 尤其是华语之门 能够走进温哥华市 我最开心的事情 来这边多少年了 90年代过来 从事艺术行业 就从事将近50年 您说是从事艺术行业 是什么门类的呢 戏曲 戏剧 哦 也是我们中华的国粹啊 所以啊 我当时买这个 就从这个图案买的 哦 图案上看到 有观光耍的刀 哦 张飞拿着毛 哦 是不是 我当时看到有刘备跨着宝剑 对 我就这次把这宝物拿来 就希望专家们给我一个认可 刚才她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一朝一世 都有这个戏曲的功底 我们在她健保之前 先让她来上一段 大家说醒一醒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来 我们掌声热烈一点好不好 观光耍大刀 就这一段 观光耍大刀 对 让我唱我就唱 好 耽误时间也犯不上 是不是啊 今日同音 请公旧 壮子为仇 事不休 来是方唱前身手 肝杂热血 血顺悄 好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在翁哥华啊 在一国他乡 我们能听到这么原汁原味的京剧 真的特别的过瘾 是不是 您戏唱得不错 您是行家 但是眼力啊 咱不能说自己是行家 不成 唱戏他们听我的 对呀 这个我要完全听他们的 是 那今天就看看我们的专家 这真的像一个法庭一样 这么多年的收藏 我们的法官就在这 来 有请专家 我觉得我对这样都蛮有信心 是吧 刚才咱们美丽的主持人呢 说这是法庭啊 法庭啊就比较严肃 就拿这个瓶来说 这是什么呀 是罗垫 所谓这个罗垫呢 就是海贝的那个背窍啊 经过呀 加工 镶嵌在这个屏风的上面 看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行家 就看他呀 抬手 先看这个屏风 固然要看前面 但是实际上 见镜啊 要从后面看 首先就看他这个别子 是金属的还是木的的 凡是金属别子的 都应该是后家的 凡是木别子 应该说呢 存在着老的可能性 而你这个 一看这个别子 是新的 接着呢 要看他的背板 你这个呢 一看呢 这个背板也不咋地 坦率地说 这时间呢 都不会超过十年 哎呀 是后家的背板 接着再往里头看 是什么呢 是你看到的那个画片 对 这个画片上啊 我们再一看呢 也觉得有点问题 这个里边衬的那四幅画 应该也不是原来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就是这个面板 它是老的还是金的 这个呢 你要放心 它是老的 哎呦 终于有一个 有一个老物件了 我们这个藏友 终于放松了一口气啊 这个老到什么时候啊 至少一百五十年 为什么呀 他的文士 他的文士 有一个非常明显 但是呢 很多人啊 看了之后 都不知道的一个特征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这个部门 你说我研究半天我也没看出来 是啊 我当初看那个图案啊 就是欠的那个罗垫的文士图案 不是那个画的图案啊 您看这图案像字吗 著名好眼力 像这样 这一说太对了哦 你看到了那个字了啊 而且注意看 它不是一个两个 是几百个字 这是什么字 什么字 万 什么 岁 万岁 就万岁 我一看你 就你长命百岁的 那个是什么 一个字 一个字 瘦嘛 对了 这是瘦字瓶 这是清代啊 大户人家 或者是高级贵族啊 在庆寿的时候 用的什么呢 百寿瓶 所以这件东西啊 仅仅这个欠罗垫这个百寿 它实际上呢 我算了一下 大约啊 近四百个 所以这个东西呢 非常好 有它的研究价值 有它的欣赏价值 尽管辅加了很多东西 但是它仍旧是比较珍贵的 应该说你是有眼光的 谢谢谢谢 经过合议 给了你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呢 也许你并不太满意 是个很保守的价格 三十万元人民币 哇哦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看看就这么一个框架 所以我推荐他 上第三个珍宝台 哎呀 谢谢谢谢 其余的几位老师 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几秒钟的思考时间 告诉我们答案 恭喜恭喜 哎呀 谢谢专家 谢谢专家 登上珍宝台的话呢 可以获得奢养 你的这个叫百兽屏风 我们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幸福永远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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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工作人员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这是英文中文都能讲啊 来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到这边来 董家福 你就比我们的桌子 稍微高一点点 你几岁了 五岁 你是在这边出生的吗 出生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出生 嗯 出生妈妈的肚子里 对呀 妈妈把你生在温哥华的 是不是 是 你去过中国吗 去过 去过中国的哪个城市啊 郑州 啊 郑州 你去过郑州啊 你如果我第一次见我 你要用英文怎么 怎么跟我打招呼 嗨 嗨 你今天拿了两个宝贝 对不对 嗯 这是谁的 爸爸的 哦 爸爸的 爸爸有没有告诉你 这是什么呀 用小孩 哦 小孩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呢 上电视 哦 就知道来上电视来了 拿着这爸爸的两个宝贝 让岳老师给你看一看 给你讲一讲 好不好 哎呀 在舞台上走路都不会走了 飘着来的 这个小朋友啊 你看 这个童子后面拿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小孩 拿个 有个鸭子 旁边有一个鸭子 哦 那不是鸭子 那是鹅 鹅 比鸭子大一点 这是暴鹅童子 首先从预料上啊 这是一块清玉 这个鸭鹅童子的 鹅的底部 有一颗很明显的一个 着色的痕迹 这个啊 是一个新的一个玉雕作品 这个呢 手里拿的是个荷叶 这个东西啊 就专门给小孩子带的 在什么时候带呢 在七夕节 它叫什么名字呢 它叫 直连鸭童子 嗯 这种啊 在宋代啊 非常流行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连生贵子 多子多福 这个童子跟别的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横着的 我们其他的这种童子呢 一般呢 我们看到啊 十个呀 有八个 都得是立的 是什么原因 因为啊 我们很少啊 用专门的去料啊 去叼这种 可能做别的时候 切的料角 就可以做这种 小的小配饰 这个童子 它有两个小发际 在两侧 光头 而且它的开脸呢 特别舒展 让我们看得特别喜庆 这种开脸的方式啊 在清中期 是非常常用的 这个是一个啊 清代中期的 一个直合童子 这两个童子啊 像这个清中期的 这个小直连童子 横着的 这市场价呢 在国内是两三万人民币 这个价格 这个呢 可以做一个公益品 和人民币啊 应该不过万 今天非常高兴 你们能够来到 我们的华语之门 老师讲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 拿你的宝贝去吧 谢谢宝贝 再见 明白了 他是想上珍宝台是吗 让拜拜告诉你 扭个头去 乖乖啊 这个啊 还拿着玩 那上面啊 放上去就拿不走了 那是你拿走啊 还是放上去啊 拿走 专家也非常的聪明啊 对我们这个孩子 也是循序善优 好的 谢谢 谢谢你来 我们华语之门 也祝福 健康成长 宝宝 带来了是书法的作品 是 于佑任的草胜的书法 您对于佑任 有什么了解吗 于佑任他在台湾的时候呢 他当过教授 他是诗人 也是书法家 这幅作品 什么时候得到的呢 从朋友的手里面 这个割爱给我的 我自己就是研究 书画的从事的工作 那您也是行家了 对于佑任老师 又这么的了解 那其实今天 你来到我们的 这个节目现场 更多的是想和金宇老师 有一个交流 对吗 是的 好 拿着您的这个宝贝 让我们金宇老师 跟您讲一讲 两人相互交流一下 佑任先生啊 为中国文物收藏事业啊 做出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且这个贡献啊 和河南有密切的关系 知道河南有一个千堂治斋吗 这个千堂治斋啊 他的最初的东西 和佑任先生啊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主要是收藏啊 石刻的 而这个在书法 在石刻上 是中华民族啊 文物收藏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博物馆 所以呢 我欢迎你到河南去 看看千堂治斋 太感谢了 谢谢 我一定去 这幅字呢 我一看 写的是杜少林 陪百忠诚 观艳将士 是的 写的是杜甫的诗 因为这个杜甫本身的诗和 李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杜甫的诗呢 一直的被后人所认为 他是历史诗 读了杜甫的诗 能知道唐代 由盛到衰的各个阶段 所以他的诗的内容啊 了得 这幅作品 于优任先生 他写的时候 我想也可能有一种情怀 来亲注在这里边 哦 那当然 这幅字这么小 跟那个我们所见到的那个大气磅礴 雄剑的笔画不太一样 这样的字更难呢 吁又任先生 他学过楷书 写过历书 甚至北魏碑法 他也涉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认为草书 最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怀 那么从这幅小书法 这上面啊 有比较湿润的墨 也有干的墨 写的时候呢 在墨润的时候 能够把那墨呀 胀出一点来 你想这里面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将这个提手 他从这点下笔了 完这边窝起来以后呢 要提着写这树了 这个小的环节 要有迎代关系的时候 那使的一定是小笔 现在我看了 这使的是大笔 那么大笔写出来的小字 必然有一种厚重和圆魂的感觉 所以于又任先生写的字呢 不仅有这种圆润的那种墨色 也有凯书每一个笔画和每一个笔画之间的连带关系 这就是一种活 这种活和凯书的活是一样的 这幅作品 从写的字到他用的末 以至他的笔法来看 这幅字不仅是真迹 而且是精品 这幅作品要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 我觉得应该登上我们第四个珍宝台 来 恭喜你 金老师请亮灯 其余四位老师 什么样的意见呢 我们是一条否决之 好 来 思考一下 给我们亮明你们的观点 恭喜你 登上珍宝台的话呢 其实我特别地感谢他 身在海外 不断地传播着我们中国的书法文化 我觉得真的向您致敬 也像歌词里说的 虽然洋装穿在身 但是心依然是中国心 是的 感谢你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是用东风日常冠名播出的 华语之门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好 您是喜欢收藏吗 就是看见喜欢的我就会买 您收藏的都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浮像啊 有铜钱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还是喜欢这些啊 方向我们暂且先不说 我先说说这个猪串吧 我看着它颜色挺好看 但是料呢 这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一个舌头的 当时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不是买的是 我请这个符像的时候 那个朋友送给我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一句话 佛无真假 能够来到你们家 就是跟你有缘分 但是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华语之门呢 还是让专家老师给你讲一讲 好不好 咱们学点知识 来 有请 这位女士你好 你好 你应该知道这尊造像的名称吧 这个大乐菩萨 它真正的名称 应该叫虚空葬菩萨 虚空葬 一顿造像开脸非常重要 你看它的风格 接近明代方 但是呢 它方中带着柔润 尤其是它的眼睛和鼻子 整个开脸的这个形象 你去仔细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与明代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尤其是在把它翻过来 看造像内堂的时候 因为明代和清代典型的特征来讲 它的饭柱工艺 所以说技术的进步 它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称之为时代烙印 所以呢 从内堂 饭和嵌丁 也就控制这个内堂 壁后的这种工艺 充分显示为清代中早期的特征 这顿造像呢 还有一个好的家采的支出 它本身具有制作这顿佛像的造像人母母 那么鉴定真伪 除了这两点以外 还加之什么呢 要皮克包姜 这每天礼佛共襄 就会给它生成一种特有的包姜 从这种包姜也充分展示为 看为真品 这一点应该恭喜你 谢谢 我发现这位女士呢 心中对佛 有一种这个特殊的情感 我们对这尊造像呢 我建议只鉴定 不过这样 好 可保 行吗 好的 谢谢 谢谢苏老师 有关这一串 你带来的这尊造像 奉送的这个佛串 现在呢 有请我们岳老师 给你做进一步的讲点 好吧 好 谢谢 刚才说啊 它是像石头的 这如果是石头的啊 我们一般呢 它可能这种绿色 也就是松石 这个松石呢 表面呢会非常光滑 但这个呢 表面坑坑洼洼 像结了一层剪壳一样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呀 就是我们人类 从远古时期走来 三大 人工合成器物 非天然取得的之一就是 第一 是青铜 第二 陶器 第三 玻璃器 也就琉璃器 这个 就是文化期 非常早的一种玻璃器 你不管去 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还是卢浮宫博物馆 这世界顶级的博物馆 在展出人类文明进程的时候 是一定会有这种 菲昂斯的流利器展出的 因为它代表了 人类的一种文明进程 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之高的 这个我们念佛的佛珠啊 没什么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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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附近的西亚 玻璃文化 对 意大利艺术家的 对对对 那个相当了不起 可是跟那个中国传说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表现 是是是 对对对 原来这么多学问 是 回去好好研究 好好学习 好吗 谢谢您来花一只门 谢谢 你好 这是一只熊 我们在温哥华好几天了 去逛商场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 叫加拿大地域 当地的一种域对吗 对 而且全部雕成都是熊的模样 对 这是代表北美的文化 那我先做自我介绍 我叫彭先鸣来加拿大14年了 一直在从事在这个矿业里的开发 才发现我们加拿大 有这么多的域式资源 对 北部玉山多得很 而且最近 这个本地的人 才发现 中国那个中国的市场发达起来 哇 这个是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符合中国的宣美 那么他们洋人呢 对这个中国的玉和这些 完全没有什么概念呢 他只是认为是硬石头而已 我的老弟只是跟我说 我经常在看他们 看着有这些硬石头 但是我们不是认为 它有什么价值 对 我今天带来这个作品很有特点 第一它反映加拿大的文化 加拿大的洋人 他们也都认为我们是熊的后代 因为非常粗壮 非常慢悠悠的 非常沉稳 第二个特色 就这个雕这件的大师呢 他是华裔的加拿大人 第三个呢 你看全是玉石加拿大资源 这个价值其实我买的时候 我说是两三年前买的 买的时候两千多家玉 两千多家 现在应该是已经涨了一些了 来拿着您的这个加拿大碧玉 让我们的玉老师帮您讲一讲 我刚来的时候 这个B4玉都会做建材的 很多低等人都做建材 这几年确实价格涨得很快 这个加拿大碧玉 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过这个词 我指在国内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在国内所有的 这种碧玉制品 不管是和田的 俄罗斯的 还是加拿大产的 都会在商场里面 各种销售冠以一个 和田玉的名词 最多是和田碧玉 后来九几年吧 大概修改之后 只要是透闪石和洋体石含量 超过85%都叫做和田玉 从它的地质地矿概念上来讲 加拿大碧玉和俄罗斯碧玉 和我们和田碧玉 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知道 就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 有一个起点的太平洋铁路 在1881年开始修建 到1885年结束 华宫修铁路的时候 发现了这种石头 像中国的和田玉 和田碧玉 结果呢 把这个运到我们国家 当时还是大清王朝 献给了皇上 也慈禧太后呢 看到这个东西也非常喜欢 其实现在在故宫里面 就有一些碧玉的器皿摆件 是用加拿大碧玉雕的 这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历史资料的一个记载 当然胡老师是一个先行者 二十多年前来到加拿大 就开始从事加拿大碧玉的 这个雕刻工作 但是我希望啊 就是国内现在的 玉石的雕刻行业啊 非常的蓬勃发达 我们现在很多 玉石雕刻大师的 这种作品拿过来 把我们这个作品再送回去 搞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和传播 希望你这个继续做下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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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说君子彼得于欲嘛 您的这种做法呢 我们每个人都很敬佩 希望您的事业越做越大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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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海外华人 对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 在海外的传承和发扬 所做出的努力 向你们致敬 好 健保继续进行 依然呢 还有两个珍宝台 现在是空缺的 究竟哪件藏品能够登上 这两个珍宝台呢 我们拭目以待了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上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好 您喜欢收藏有多久了 这个说来话长 因为这个册子呢 是我自己收藏了有三十来年了 三十多年了 对 来让我看看 欣赏一下 册子里边是有十位著名的中国的画家 其中呢 有我父亲 这就引来就是我父亲呢 是中国画的画家 李方白先生 这些画家也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老同事 那么有何海霞先生 有余志珍先生 刘立尚先生 这些都是中国的一代大师 画鸟画家 山水画家 还有郭传璋先生 还有这个 传客家 范杰先生 那么 都是名家呀 对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测验呢 是我们中国书画的一种装表的形式 而且里面的这些 基本上都是精品 它在我心目中真的是墨宝 我听说您母亲是喜欢画老虎 对吗 对 我母亲是张善子的官门弟子 张善子老师 我父亲也是张大谦的弟子 哪幅画是您父亲的呢 李方白先生 这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世界上仅此一件是孤本了 所以它的价值应该是很高的 对 这是我父亲的山水画 这是他晚年八十多岁的时候做的 那是很珍贵的 是 非常非常珍贵 那今天呢 让金老师帮您讲一讲 您的宝贝 有请 这边的人想要中国画的话 我们想要就是国画 他不是那个跟着这个这个什么那个 客观的现象化的 但是跟着这个精神化的 对 对 西方人恰好是相反的 还是从那个 除了那个迪迦苏之外 等鉴定来说啊 这是一个关键 叫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传承有序 这就是鉴定一个方面 如果这位女士不跟你说 你没有见到 何海霞的画上的题字的话 你看 称她为贤侄女 你看这上面还有 江城侄女 那就说 她刚才说的 我相信了 为什么 谢谢 一 她的父亲 李方白先生 和她的母亲 都是著名的画家 而且是师从张门的 大封堂中的弟子 这在北京中 都是有一号的人物 他们的画 在这里面 比较一下的话 最有名没有名的话 那是已经跑去了 其次了 是说的什么呢 文人 在这个聚会中 在这个策页 可以说 意愿里面的一枝花 谢谢金老师 为什么 有何海霞先生的 林新川先生的 这个呢 梅花 梅花 范杰安先生的 这是余志珍先生的 余飞安张大千的学生 他真是 每一个都提的有名字 善成之女 善成 这个善成肯定是他 是不是你啊 是我 我在温哥华 我的英文名字 萨尼亚李 我的中文名字 就叫李善成 今天暴露真荣了 这里面还有一位 河南的 河南的画大画家 对 已经过去的 文科先生 是吧 画的山水 画的很好 你看 刘历尚 这个是 大奉堂的弟子 是余志珍的先生 又有他父亲 李方白先生的 佳作 还有郭传璋先生 这都是教过 我们学校的老师 所以应该是 真品无疑了 真品无疑了 谢谢 是吧 不仅是真品啊 而且像刚才 主持人所讲的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只此一策 但是这个里面的画 各有各的特点 我觉得像这样的画 是个历史的见证 也是那个时期 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前后的这一段 这些画家们 他们在努力创作 努力繁荣我们中国画 在世界上的影响 因为它的珍贵性吧 和它的传承有序的 这种鉴定 又是每一位画家 给我们这位持宝人 亲自作品 对于你个人来说 可能是无价之宝 咱作为市场来说呢 应该还有一个基本价格 平均一下 四五万块钱一吃 哦 是这样 我觉得五十万到六十万 是没有问题的 登上珍宝台 没有问题 我应该两灯 好 其余四位老师 是什么意见呢 好 思考一段时间 给出我们答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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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金老师也给他评价 那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他有这么高的价值 我没有想到是钱 但是呢 他在我心目中 真是一个宝贝 无价之高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 感谢各位专家 谢谢 谢谢您来华一之门 谢谢 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宝贝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恭喜 好 那么登上珍宝台的产品 能可以过吗 大家好 各位中家好 您好 您好 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到我身边来 我是来加拿大15年了 从北京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到这里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做贸易的 现在呢 做红酒和冰酒 出口到中国 那是什么时候 喜欢收藏的 应该说有好几年了 主要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 很喜欢的东西 当时并不认为是收藏 觉得盒子有缘分 很多讲演员嘛 确实不错 然后喜欢说摆在家里 后来有点上瘾了 越来越喜欢 而且各种各样都喜欢 是瓷器吗 有瓷器 有玉器 反正杂货吧 杂货店吧 我们古玩行里 经常会说 一经不一搏呀 如果是你刚刚 摄入收藏圈 又是喜欢这么杂项的话 可能是要交学费的呀 好像我这个人呢 比较孤寒吧 交学费会交太多 真的吗 因为首先看眼光 再次看价格 我是用最低的价格 买最好的东西 这是我的原则 就是简陋的心态吗 这个东西是花了多少钱 这个呢 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是英国的 这个呢叫做 马克若福特 这个就是典型的英国的 猫克拉 创始人叫 威廉姆猫克拉 他现在这个工作室还在 他的规模很小 都是签约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然后在他那里制作 每一件都不会重复 这个呢 来原因呢 是在一个老外的家里面 大家到他那儿派对 无意中 你知道我这眼睛是淘宝的吗 一看 哎呦这个动物真美 哎呀 我就喜欢上他了 然后跟他说好话了 Please give me 谢谢那门给我 结果谈了很久 这个老外很nice 好了 送给我 送给你了 哎呀看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眼光 那我觉得应该是好东西 嗯 我就得到这东西 所以这次 今天检验一下你的眼光 对对 看我的眼光 来来 抱着他走向我们的高老师 高老师谢谢啊 讲个好笑 还有最后一个珍宝台 能不能登上珍宝台 应该是我的吧 应该是你的 我觉得你特别有自信 对 好 虽然我钱花不多 但是我的眼力还可以 是 女人只要有自信 是最有魅力的 谢谢 嗯 来听高老师讲 瓷器呢 发源于中国 但是 你这个品种很特殊 就像你刚才讲 叫马克 马克洛夫特 洛夫特 对 其实这基本上超出了 我们的视野范围 就是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东西 说实话来讲 东西呢 从远观来说 非常漂亮 不能过多的去对它 进行什么 我们认为的意识当中 那种评价 但是呢 所有的器物呢 它在传世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个规律性 就像你刚才讲 这东西有一百多年 那么我们就按照 你的理论来找 这个东西是不是老的 第一呢 所有的陶瓷呢 都会有一个规律 它有有有有有 所以有有呢 在高温状态之下呢 它会产生玻璃光泽 那么这个光泽呢 相对 也是很柔和的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底部呢 就是右里边使用的材料 和表面的右质部分呢 呈现出一种 三维立体的这种效果 那么它的右和胎的结合部位呢 也呈现出了一个 九年的这种状态 可以肯定地讲 这件东西是老东西无疑 是按照我们呢 传统的对中国瓷器的 鉴定来讲呢 上手比较重 可以说它的胎呢 很细 然后呢 也是使用的这种 手拉批的这种工艺制作 但至于它上面 说采用的这种 类似于浅浮雕式样的 这种花卉的制作呢 因为我对国外的 制瓷工艺呢 不是十分的了解 所以呢 对它表面的这种呈现状态呢 不能过多的评价 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 非常的漂亮 也可以说是当时呢 就像你讲的一样 是当时的英国贵族啊 他们所使用的奢侈品 我想可能在当时 也是很贵的 那么综合我啊 对这个东西 第一很漂亮 第二呢 造型非常的优美 然后呢 它的胎体制作呢 非常的细腻 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呢 确实有九年陶瓷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过多的 对这个陶瓷知识有了解 我个人认为 就是东文的珍宝台 还是弱了一点 好吧 很遗憾 好的 谢谢 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大家 现在一讲就让我明白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你们到这来挺好的 会把我们这个主国很多东西 可能我想应该都能找回来 就这样 谢谢你们啊 大家好 您好 苏子老师好 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好不好 那什么 我姓李 叫Lily 来加拿大十年了 最初来加拿大的时候适应吗 我相信每一个来加拿大的人 就是初来到的时候 都经历了很多的那什么不容易吧 但是现在我觉得都适应了 这个罐子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一个朋友 他推荐了一个西人 西人就是他因为他去世了嘛 然后他那个后人 就对这个不是太了解 然后我们就无意中 就发现这个东西 上面这个侍女图很漂亮 而且这个花纹啊什么的 都非常漂亮 就让我想起儿时 小的时候因为我 说起来了 我的祖籍是河南 祖籍 河南哪里的 河南就是新乡吧 新乡 但是祖籍 但是我小的时候 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有这类似这样的名字很高 那么旁边也是画的这种侍女图 好像里面插的什么鸡毛胆子 我记得 就让我想起那个小儿时的那个 所以有这样的情景 在这收来了 对 当时收的多少钱 一万多吧 一万多加币 今天让老师帮你鉴定一下 看看什么年代的 是吗 是吗 有请 很巧合 你看到这上面的侍女画了吗 对啊 基本上你自己的这种装束呢 都可以入画了 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罐子呢 是青花瓷 你自己对上面的侍女 也是非常熟悉的 对 小时候的印象 所以无论你走多远 你看到这样的中国元素的东西 马上就能想到中国 想到家乡 对 是 这件东西呢 首先上手 手头很重 然后它的上面的使用痕迹呢 非常的明显 底部正常的 在摆放过程当中的摩擦痕 也非常明显 可以排除是防品的可能性 然后呢 它的制作工艺呢 它在罐体上面呢 出现了这种 一棱一棱的这种效果 那么首先 这种工艺制作是 难度相对比较大的 另外在这刮冷的中间呢 它采用了 四个开光的形式来 表现这种青花人物 四个非常优雅的侍女形象 那么落款呢 是大明家境年制 是不是就能说明 这个罐子就是明代的呢 我们要看 明代的这样的落款 是顶天立地的款 从字体的书写上来说呢 比道呢 更为粗 更为润一点 而这个呢 显得有点 竖尽有力 这种落款形式呢 基本上都是 康熙年间 落的前朝款的这种形式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青花 墨色呢 分成五种颜色 表现出 人物的面目的 明暗的这种感觉 包括衣服的 深色和浅色 这种效果呢 区别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也是 康熙年间青花词的一个 最重要的特点 综合所述呢 这件东西呢 是清代早期 落寄头款 大名 家境年制 这样款式的一个 康熙年年的瓷器 东西是 真东西无疑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一个磁制的罐子 上面有一个盖子 这个盖子却是木头的 这说明这个罐子呢 原本是有盖子的 但是呢 可能在传世的过程当中 遗失了 那么这个遗失呢 也直接影响到了 这个罐子整体的价格 我们综合了一下 根据最近几年 同类器物在国内 国际市场的成交价格 给出了一个 人民币 12万元的参考价格 恭喜你 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东西 虽然价值稍低 但是信息真实 推荐你上我们的 最后一个珍宝台 恭喜你 谢谢 但是高老师 一个人说了不算数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登上珍宝台 还是一票否决志 看看其余四位老师的意见 给我们答案 恭喜 您的这件宝贝呢 可以登上我们最后一个珍宝台 恭喜您 非常感谢 那么登上珍宝台的藏品呢 可以获得 这里是用东风日产 冠名播出的华语之门 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有请我的搭档 吴统和我共同颁奖 有请 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有请所有的 登上珍宝台藏品的主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掌声欢迎他们 好 掌声欢迎 获奖的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有请了两位颁奖嘉宾 他们是中领馆文化领事 王强先生 同时还有我们加拿大文化 清聚会会长 李奇先生 好 恭喜所有的池宝人 是的 也感谢我们 华语之门 走进加拿大 走进温哥华 带给我们大家这种喜悦啊 今天我们的确是受益匪浅 在此呢 我也为我们的池宝人 也为我们温哥华 所有的藏友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特别祝贺我们六位 登上珍宝台队去玩 谢谢他们 谢谢